大家先說說新聞 有一條叫做電動車救世主的馬斯克 這條狗蛋就出來說 他感覺到美國經濟超級地差 你感覺到 你也感覺到 其實這傢伙是很差的 這傢伙要裁員 特斯奶 乘機咳人 財十分一的員工 還有他要求員工 一定不可以工作從家 一定要上辦公室 要辭職 你看這些好老闆 有人還說這個真是天才好老闆 他真是天才 專門吃別人的老婆 不是開玩笑的 真的有的 這條狗蛋 我們不應該評論的 新聞應該中性的 但這條狗蛋應該是少的 不少是不鬆化的 這是全球首富 他說經濟衰退風險會繼續惡化 是啊 但其實 有一件事我是支持沈大師的 我也要說回 這個特斯拉 她是不值那麼多錢的 股票 我是同意沈大師的說法 不過沈大師 她那個人比較黑仔 你知道嗎 所以說了都是衰的 所以說了都是衰的 她那個人黑 你知道嗎 這個不是特斯拉的問題 特斯拉真的有問題 不是沈大師 你說了問題就變成了不是問題 最慘就是 沈大師其實是沈大師護著特斯拉 幫她護盤 這個 搞笑的 新聞都要搞搞笑 這條是賤格無論的 我一向都不太好這條狗蛋 但她是最有錢的 你不太好都沒用 你做黑衣而已 Raymond Wong 我是黑衣 還有一件事很差的 跟她比較 她之前說過一件事很差的 她拿中國來比較 說美國人做事很懶散 中國人做到半夜三間都不願離開 一定會留在工廠 她在街上 你在虐待我們中國工人 你這條狗X 真可惡 算了 不要緊 我們先說一下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說一下普京 普京跟非盟領袖見面 非洲聯盟 普京就說 現在關我差事嗎? 全世界危機 不是我俄羅斯的責任 現在的問題就是 非洲買很多烏克蘭的食物 俄羅斯現在控制了 烏克蘭南部的海岸線 俄羅斯的外交部就說 我們不會妨礙烏克蘭糧食出口 但物流問題就是烏克蘭造成的 烏軍在海港暴雷 其實不是 我告訴大家 因為現在這個情況 其實俄羅斯也有責任 不是隨便一方 烏克蘭就是華山俄羅斯 在打仗 是啊 你們兩個不打坐下來談 就沒事了 但不是 現在是搞到非洲 沒辦法獲得糧食 在俄羅斯進口 小麥和化肥都受影響 但其實俄羅斯是有港口 可以出小麥和化肥 它是瘋鬼了 它是不出 如果俄羅斯完全沒有關係 老實實實不是 有人說 你煽動些人去討厭俄羅斯 我用不著煽動些人去討厭俄羅斯 老實說 我們只是壽事論事 現在大件事 其實俄羅斯是受益人 你要先看清楚 你們支持俄的人 很心理地 現在說真的 全世界窮人 都是受到嚴重的影響 你要把責任全部推到俄羅斯 當然不是很適合 但是你說俄羅斯一點責任都沒有 也不是 我被迫 俄羅斯 哪有這麼多被迫 戰爭你發動 我不迫你發動 我被迫 哪有這麼多被迫 當然 現在歐盟也宣佈了 會向俄羅斯實施第六輪制裁 到了2022年的年底 所以歐盟在俄羅斯進口的石油 就會減少百分之九十 這樣就說得明白了 除了匈牙利 會繼續進入俄羅斯的油 應該其他地方都不會 應該俄羅斯和塞爾維亞 應該是匈牙利和塞爾維亞 是這兩個 現在俄羅斯國家結算全款機構 都在他們的制裁名單上 現在外界的消息就是這樣說 俄羅斯大規模債務違約的風險 就大幅增加 其實現在根本上就是 要令到俄羅斯有錢還 你都不給他還 是要逼他債務違約的 這個歐洲是 所以你說歐洲有沒有做壞事 歐洲也有 有做壞事 其實他們應該全部人坐下談 但是他們不習慣這樣坐下談 不習慣和平協商 所以這個是有時間搞的 好了 普京他還有出來說 他就說 會採取必要措施緩解全球糧食危機 他說的 那事實上 會不會做得到呢 現在大家都拚了頭 他就向俄羅斯的傳媒說 國際糧食短缺 在我們去烏克蘭的特別軍事行動之前 已經發生的了 其實之前不是短缺 之前不是短缺 你一動一動打仗就不是短缺 俄羅斯不會阻礙烏克蘭糧食出來 是 是綠路不會阻礙你 現在的綠路可以出口 不過他就說 俄羅斯的港口 是會讓烏克蘭糧食出口 他是有條件的 他说要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才行 现在又是一个情况 又不行了 做不到 其实又是不行的 又是做不到 现在很难搞的 好经又说西方制裁俄罗斯化肥生产商的决定 短视愚蠢和错误 其实西方国家有没有制裁俄罗斯化肥呢 其实最初的时候是没有的 最初真的没有 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再层层叠加就制裁了 就是这样的 所以这件事是很复杂的 他们全部人都应该坐下谈 但是他们不能坐下谈是多方面的责任 除了跟中国无关之外 因为中国一向都叫他们一起谈 一起坐下谈 但是中国叫是用的 因为他们都没有一个有意愿真的坐下谈 这个是欧洲的问题 就不是亚洲人的问题 也不是非洲人的问题 不过结果这个欧洲的问题 就会影响到全世界的人 就是这样了 香港人民日期间可以看到欧洲 美国英国的取向 其实俄罗斯不想这场战争停下来的 你可以看到 俄罗斯也是慢慢打的 是他专专的 不急的 我的看法就是他专专有一段时间搞的 这个地方 现在他就要变成一个搞肉机 是双方互搞的搞肉机 互搞 就是简称搞机 他们现在就在那里搞 搞扎连司机 扎连司机他也有份搞 所以他也是找人跟他搞机 就是搞扎连司机 就是自己拿来搞的 其实大家都没有意愿 让俄乌战争停下来 因为俄乌战争它继续拖下去 它会有其他情况 就是有些事情可以洗牌 因为二战之后的秩序 一直都是有些人觉得 二战之后的秩序我不公道 有很多人是这样想的 二战之后秩序不公道 我们要洗牌 在苏联解体之后 有些事情俄罗斯是觉得不对的 所以才是最大的地缘政治的 再难 他又会做些事情 普京也是 一直都是找些机会去做些事情 现在其实是好机会 这个好机会 所以大家就在那里搞 搞这个机会 就是这样 他们一帮人都特别喜欢搞这些 我们不是歧视同性恋的人 不过现在真的 看到有一个机会在那里搞机 就搞了 大机会 这个是 不要放过 现在是黎章摔角 现在第三世界会陷入人道灾难 没错 Toran 说得对 但是 欧洲人从来都不理第三世界死活的 我告诉你 我知道 你真的 你看看第一次世界大战 打得下的时候 他们在哪里打呢 其实欧洲战场 英国佬就 都是跟你先顶住 但是 其实 欧洲战场 都不是那个气玉 就是 德国在非洲那些地方 就被英国佬去打7 你要看看 他们 他们不介意打仗 欧洲人 你看看 他们的历史从来都不介意打仗 就是 坐在上层建筑的人 他们打仗 觉得他们没有问题 所以 有些事情 这些要看清楚 美国佬当然是 他介入 他要等到你 每个人都打得残 才会介入 美国人就是这样 他 已经一战二战都玩过这件事情 就是 你们先打仗 哪里不够打呢 我就卖军火给你 我就卖资源给你 美国佬玩了这一套 几次 现在还有人要中计 那真的没办法 你们不够打 我先送些东西给你 借些钱给你打仗 借些军火给你打仗 不过要还 打完就要还 好了 接着他见到 差不多了 你们都累了 打到 好了 我就 坐强抚弱 就是 见到哪些弱小小的 我就压重下去 美国佬就是这样 接着 就打残你 剩下那个 就是那个 他们叫做aggressor 就是 美国每次都是这样 所以美国佬 这一招 他是想再玩 那就有时间搞的 我跟你说 这些不是那么容易解决到的 那你说 第三次世界大战 会不会因为 乌克兰而起 那样 美国佬是很聰明的 他真的可以锁了那些火箭炮 射不到进俄罗斯的 他真的可以有能力地做 因为他们那些炮 他是要进入GPS Coordinate 他可以不让他进入俄罗斯境内的地方 是可以的 就是美国人 有些人会说 不会的 美国人 只是靠扎尼斯基承诺 是不行的 有些美国人当然是有办法 我不是说要吹捧美国佬 但是他有些科技的东西 他设计了在这里 他画了一些红线 当然是假的 那些红线就是假的 他就有些东西打下去 然后等到你乌克兰有些能力可以打下去 然后就拖着战争 其实他特意是这样 拖着战争 是啊 其实经济是不是很差呢 这个又要说回 这个电动车救世主要说的东西 要铺铛一下他 因为数据不是这么看的 不过数据有滞后 数据有滞后 那么 美国就很奇怪的 就业数据强劲 道指就跌的 纳指也是跌的 为什么呢 因为就业数据强 他就不会放水 其实股市现在升水 很多时候就是因为 他有放水的憧憬 这样就会升的 所以他很有趣的 当然 特斯拉昨天就跌得很厉害 特斯拉就跌了9% 他说全球暂停招聘 他说公司又要裁员10% 他有经济很差的感觉 苹果的股价也跌了4% 不过有一件事都很开心的 就是这个Facebook强 都跌了4% 真的好 但是他5月的非农业职位 增加是39万个 是高出预期的 还有 时薪按月增加0.3% 失业率很低 在美国现在 3.6% 其实 美国的 经济状况 相当不错 如果看经济数据的话 那 问题在哪里呢 市场是担心的一件事 就是联储局更加有信心 继续收紧货物政策 哈哈哈哈 即是他现在就是 他要升就升 要跌就跌 他一定有他的理由 但他开哪块你不知道 他现在就说 哦 现在这样令到联储局有信心 继续收紧货物政策 即是加息和缩表 哦 那股市又要跌了 那 我这样开 所以我就说 是危险的 现在投资 经常都说过 那 等等 杜瓊斯工业指数 就跌了 四百多点 之前试过 那收市就跌了348点 收市就报32,899点 跌了1% 纳斯达克 收市就报12,012点 跌了304点 跌幅2.47% 那标准普尔500指数 收市就报4,108点 跌了68点 跌幅1.63% 哇 这些都跌得很厉害 那这个星期计 道指就跌了0.94% 纳斯就跌了0.98% 标准普尔指数就跌了1.2% 那欧洲股市也是偏远的 那 就是BNO祖国当然是假期 普天同庆 士头婆登基 他们的士头婆登基 70周年 现在他们很开心 他们开心得不得了 我看到英国非常开心 疫情好像消退了一样 好事了 好事了 现在已经是 他们个个人都很开心 而且市面热闹到 我听那些人说 他们都不相信 一桌难求 出去吃饭 所以他保守估计 60亿英镑流入 这个庆祝活动 我想不止 我想可能过100亿 英镑 因为那些人花钱花得很夸张 你只是买那些T恤 杯子都大把收入 就是庆祝这样 已经可以有钱赚了 英国佬真是厉害了 Toracev就是英女王玩完第二天 已经病了 但是不要紧 他死了就更好 他死了 对不起 我应该这么说 对不起 我不应该这么轻率地说 对不起 现在还犯了国安法 我意思是 如果他突然之间不幸过身 那就去到另一个高潮 因为立刻就要安排喪禮 国喪 国喪也是赚钱的 英国是 他搞国喪 虽然那些人是不上班 但是那些人会花钱的 对不起 那就发达了 当然他们总是有办法赚钱 怎样都 我说漏了口 有些事情 不好意思 好了 法国CAT指数 现在先说一说 收市就部6485点 跌了15点 跌幅0.23% 德国DEX指数收市 就部14460点 跌了25点 跌幅0.17% 这就提醒大家 最后就是香港疫情 新增499宗确诊 南桂方 还有酒吧感染群组 其实是一定会有的 我已经说过了 酒吧 你喝了两杯屎水 一定是抱头抱颈的 女人也会抱着腰 当然是 有时就情不至今 又会疯狂 又会出去出便 其他之后有夏文 那些 那些一定会感染的 其实就是 你打了三针都没用的 我只能告诉你 因为这个接触太紧密了 有时是负数的社交距离 是不行的 就是负数社交距离 它一定会惹到的 那好了 那湾仔的香港基督教育服务署 这个 时代幼儿学校 但不是时代革命 是时代幼儿学校 有两个学生感染 一个就有Omicron BA.2.1 2.1 这个变种病毒 这个蓝桂坊酒吧群组 有14个人确诊 那输入个案 现在是有49宗 就是499里面有49宗 是输入 其实香港 就是现在那个问题 就是怎么样 现在它好像 就是 它就没有再做一些措施去 去再清零 但是那个动态清零 那些呢 它是在做的 有些事情还是 譬如茶污水 强检那些 但是 我也要说 如果大家都不尊重社交距离 不做好防护措施 特区政府去做一些强检 遗风强检 强检令 那些是没有效的 因为强检令 是只能够之后再追你们的人 所以现在最大的 就不是特区政府做得不够 有很多人是不理现在这个疫情 已经是 不理这个疫情 那其实就老实实 真的不适合 那 继续说回美国经济 拜登 他就说抗击通胀 是最重要的任务 那 那 那当然对他来说 当然是最重要的任务 但是 就是 特斯拉的老板 电动车救世主 他说 这个美国经济超级差 那 那 拜登就说 不是呀 福特 就是增加电动车的生产投资 是你自己觉得不好 福特 现在生产投资 就是你自己觉得不好 多竞争对手 不过他没有这么说 他言下之意 不过他这个人也很困难 拜登就说 你自己裁员而已 福特就在美国中西部请工人 你马斯克电动车救世主裁员而已 那 接着呢 哈哈 拜登就说 我祝你登月好运咯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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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真好笑 那 那马斯克他有回应的 他就在推特那里回应 接着呢 就 附上太空總署和SpaceX 29億美元外判合約的鏈結 其實它自己在這裡嚇人 說真的,某些程度上又 經濟是不是真的很差呢? 其實我的看法就不是 美國的情況 它超級差,不是 有些人現在還說美國會死,快要收皮了 這個很難的 如果你說美國要馬上收皮,很難 不是那麼容易,我只能這樣說 而且他們很多事情好像是回復正常 因為我跟親戚也有問過 他們上班的人現在很多時候 最少要三到四天要在辦公室 是公司規定,是硬性規定 就是你在家工作只能夠一至兩天 如果是這樣的話 市面上的經濟就很快會回復正常 在家工作其實很大影響 就是那些咖啡廳那些全部沒有生意 但是如果你要上班的話 一定要人上班的話 它會帶動到其他東西 起碼你要先坐車 逼你用油 逼你去花錢 是不是? 它逼你去花錢上班的時候 現實就是市面的經濟又不是控制了 事實就是又再高一局 不過拜登也有說 現在通脹是很嚴重的 現在大多數的美國家庭高油價高物價 他就會通過促進生糧原發展 降低住房和用藥成本 降低居民壓力 這句話我告訴大家拜登是亂說的 因為現在嚴重到怎樣 就是他令到建屋的人 因為聯儲局他加息 他令到建屋的人都沒有信心 沒有信心的時候 租金現在就升了 因為建屋或房屋的供應就減少了 租金現在在美國是升了 所以現在全部東西都是升 除了薪金之外 但是你說美國人頂得住壓力 你有工回來的人就不怕 是沒有錢剩的 你有工回來的人現在是儲不到錢 但儲不到錢對經濟又是好事 其實是 就是你儲到太多錢就不是真的特分好事 現在他儲不到錢 就是你賺多少花多少的話 那些人又有一個誘因 就是再去打多點工 或者賺多點賺錢的機會就是這樣 現在那個情況就是這樣 所以你說美國是不是死得 那我的看法就是沒有那麼容易 就是有很多人在這裡這麼說 我知道說美國死死很多人喜歡聽的 但是事實你要面對 好了來到這裡休息一會 回來再說國內的新聞 엔н 還好